第三屆GCU全球华人欣銳室內設計師大賽總決賽正式開始 讓我們歡迎第一組話語默痕 我們發現文字是傳遞訊息溫度情感的預言 傳統文化中的書法更是如此 三戶旅館我們透過悲鐵線帶三個書法派系 傳達出我們對於戰流空間想聽 用給旅人感受到的溫暖 就像是山水畫它有那種沒有固定視點 就是無透視消限的這些事情 它重疊視野 那這些事情你如果沒有被放進來 看起來好像都是單點透視 但是水墨畫它是多點透視 書法跟山水畫的呈現其實是非常有殘忍 甚至有意境 那我必須先肯定你們的技術其實是非常好 書法其實它背後這件事情其實是跟東方這件事情 是比較有它的淵源的連結嘛 我在這邊比較少看到你們跟東方的一個觀點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第二組 對於外出像是一種脫開自己無形的枷鎖 我們探討為什麼用這個枷 其實我們認為枷鎖它其實並不是一個負面的形容詞 在我們看來我們覺得這個枷鎖有點像是一種狀態 或是一種現況 家外之家你講這個家這個東西 它如何再深入再進去你的這個你的項目裡面 可以把這些概念再講得更深入一點 上台的時候我就驚豔了一下 穿著各方面髮型等等 這個是設計師應該要有這個展現 我覺得蠻驚豔的不錯很好 我看到你們是有一種文青的感覺 所以我會看到你們的符號就是那個 鬍子的那種曲線 那曲線當中又往上揚一下對不對 這個都是很厲害的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第三組 再造客員 我們藉由設計主題 還有人文特色及在地性做了一個互動 所以我們選擇了 像是原住民的飾品作為空間的一些擺設 然後客家藍染作為軟件的固執 還有玻璃創意的產品呈現 在學校裡面你們盡可能的 應該讓你們的想法應該是更解放一點 這兩個話題都很主流啊 範圍啊 話題啊 很多可以去琢磨的啊 可是家裡沒有看到啊 你只看到兩條世代的地方 我們今天的比賽 不管說是金獎是誰 優勝是誰 我相信呢 你們入圍就是得到非常非常大的肯定 希望看到各位未來在業界能夠發光發熱 謝謝各位 謝謝你們 再次禁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